老师说如果我们不上课 以后就再也没人记得怎么唱了 我们卢凯族的勇士力量是内敛的 声音是很沉淀的 也是从内霸出来的 歌谣对他带给的就是 我可以传承我的文化 然后也可以知道我们的公共母母 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 主意很重要 如果没有主意的话 就没有沟通方式 我觉得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因为唱歌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我们这里的歌是这样唱的 如果没有主意的话 我们就不是一个凯族 希望参加歌谣队 可以告诉这些弟弟妹妹们说 这些公共母母们 为什么要传下来这些歌谣 我以后想要当歌声 唱给全世界的人 可以唱我们主语的歌曲 去传承我们的文化 希望歌小队不要试试上来 歌姜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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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